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前两期的日本商业故事里 市长跟大家介绍了日清方便面的安藤百福 和松下电器的松下幸之柱 今天市长要跟大家介绍的是 另一家诞生于大阪的著名企业 而其创始人的故事也可以用传奇来形容 他甚至被看作是日本城市文化的奠基人 假如大家要来到大阪旅游 有一个人你可能不认识他 但是一定避不开他 如果你要购物呢 那就得去大阪梅田的板级百货 这是西日本第一的百货商场 如果你要从大阪去京都或者是神户 乘坐板级电车呢 就是最佳的选择 如果你想看一场舞台剧 一定不能错过的是大名鼎鼎的宝种歌剧 如果你想看一场电影 那大概率会看到电影片头的东宝映画 如果你喜欢棒球 肯定不会对棒球胜地 板神甲子园球场感到陌生 没错社长刚刚说的所有的这一切都属于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位企业家 板级板神东宝集团的创始人小林一三 这个男人呢凭借自己的一己之力 在一百多年前以独创性的商业理念开创了当今日本人城市生活方式的原型 我们今天呢就准备去一趟小林一三纪念馆 去看看这位企业家的传奇人生 来过大阪的朋友都知道啊 大阪有两个主要的商圈 一个是难波商圈 就是新摘桥啊 道顿库那一片 属于老牌的这个商圈 发展于350多年前的江户时代 而另一个呢 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梅田商圈 社长现在就在这个梅田商圈的板级和板神的联络桥上面站着 这就是大阪的中心的中心 这个商圈呢 包含着这个JR的大阪站 对吧 板级的梅田站 地铁站的梅田站呢 也在这个地方 有七个轨道交通站点 以及呢这个板级百货 大阪百货 Lukua 后面那个Yodobashi等数十个大型的购物中心 这个梅田商圈呢 就是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翁 小林13一手打造出来的 具体怎么样打造的 社长一会儿再讲 我们先去搭一下他的电车 这里就是板级梅田站的中央口 社长呢 刚刚买完了票 就从这里进去去小林13的纪念馆 池田市 社长刚来日本的时候啊 就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城市景观 日本的各个城市 最豪华的百货大楼啊 最好吃的餐馆啊 最好玩的娱乐设施啊 都是围绕着这个铁路车站搭建的 情侣们呢 他们约会也通常会选择在车站见面 这种情况在中国是很难想象的 对吧 毕竟在一般的中国人眼里 铁路车站呢 都是拥挤混乱的代名词 只有出远门的时候呢 才会用到 跟平时的日常生活 可以说是毫无关系啊 而日本的铁路公司 从建立起呢 就是以创造客流 吸引消费者为主要任务 那么自然就会想尽办法 丰富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 确保城市居民呢 喜欢车站 愿意来车站 嗯 你费着ijke 呀 还是 你费着 那 我觉得 我 发窗 鱼 nove 成 识 我们马上就到小林一三的纪念馆了 你看 箭头像那边指 那么箭头像这边指的叫 玉翁美术馆 这也是小林一三的美术馆 他是一个文学青年 小林一三号玉翁 这里面都是他私藏的一些美术作品 我们往那边走 我们现在就来到了小林一三的纪念馆 离咱们上次去的安藤百福纪念馆很近 不到一公里 大家来玩的时候可以一起来参观一下 走我们进去 小林一三纪念馆开业于2010年 由小林一三生前居住的宅邸雅俗山庄改建而成 纪念馆本身很小巧 一半是日式庭院 一半是西洋别墅 馆内藏有许多板级电铁和保守居院的历史资料 想要了解小林一三的传奇人生 这里就是最好的地方 1873年 小林一三出生在富士山下的山梨县九祺市 因为诞生于1月3日这一天 父母便给他取名为一三 少年时期的小林一三酷爱写作 渐渐成为一个文艺青年 经过明智维新几十年的发展 日本各大城市已经出具出行 红锡效应把全国各地的英才都汇聚到大城市 1888年 小林一三考上了东京最好的私立大学 庆英艺术大学 在这所培养了众多政商界人才的名校里 小林一三不改初心 沉迷于戏剧和文学 甚至开始在报纸上连载小说 但也像大多数的文艺青年遭受的挫折一样 毕业后的小林一三一心想从事文学方面的工作 却都吃了碧名羹 无奈之下 小林一三只能加入了日本当时规模最大的三井银行 这也是无奈之下 也就是今天的三井住友银行的前身 被派驻到关西最大的都市大阪 开始了自己的板漂生活 从20岁开始 小林一三在银行一干的就是15年 但当时的他自觉缺乏创造力的银行职员生活 并不符合他的个性 对这段职业生涯很是不满 小林一三晚年在回顾这段经历时 说自己在银行怀财不遇 唯一学习到的是忍耐力 小林一三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发生在1906年 这一年他从前的老上司 严夏青州刚刚成立了北邦银行 准备联手三井物产的高层范田一一 在大阪创立第一家证券公司 两人邀请小林一三辞去三井的工作 来执掌这家新公司 1907年小林一三从三井银行辞职 谁知他刚刚准备大干一场 就遇到了日俄战争 日本的经济局势波动 证券公司的事情最终不了了之 一时间小林一三成了无业游民 后来他在自传中写道 有生以来第一次失去工作 心里感到很慌 就在这时连接大阪和京都武赫之间的 板赫铁道正式被收归国有化 出于一种愧疚感 沿下青州将小林一三介绍前去担任监察工作 令他能够养家糊口 这个无奈之举却在冥冥之中 开启了小林一三后来伟大的铁道帝国 进入铁道公司后不久 小林一三便敏锐地意识到了 私铁行业的前途无量 1910年他说服了北邦银行的投资 修建了连接大阪基面和冰库油码之间的铁道 并成立了机灭油码电气轨道诸事会社 这个由小林一三亲自担任专务的公司 就是今天关系地区首屈一指的私铁 板级电铁的前身 进入20世纪以后 伴随着工业的发展 大阪的人口急剧增长至211万 一度超越东京成为日本最大的城市 那时候的大阪已经有了连接神户 京都奈良等各大城市的都市铁道线路 且都拥有很好的客流量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其实小林一三开发的基面油码这条铁道线路 从运营角度上来看是没有任何竞争力的 一端连接大阪最北边的梅田车站 另一端则连接的是以红叶出名的基面 和以温泉出名的油码 这两个都不是特别出众的旅游景点 沿途几乎都是未开垦的农田和山地 更别说有人居住了 开业之时人们甚至将这条铁道戏穴为蚯蚓电车 说它是一辆通行在只有蚯蚓居住的地方的电车 蚯蚓电车投入运行时 正值小林一三的儿子哮喘并恶化 当时的大阪正处于大工业时代 处处工厂林立 一度被称为东洋的曼彻斯特 代价则是市区的空气污染极其严重 因此医生建议小林一三全家搬到空气干净的大阪郊外居住 听闻此言 小林一三再次敏锐地意识到 在大阪室内通行的人们一定有很多像他这样 希望居住在空气清新的郊外 既然没有人居住 那就创造人居住 小林一三决定在田园木戈班的郊区 进行土地开发 新建住宅区 原本被人们嘲笑的荒山野岭 这时对小林一三来说却是最大的优势 他能够以难以想象的低价买到大量土地 然后建造公寓 这是日本史上第一次面向大众的铁道沿线住宅开发 在这里小林一三做出了他的第二个壮举 此举也深深影响到社长现在的主业房地产业 那就是他首创了住宅购房贷款制 为了让购买者免除后顾之忧 小林一三借用了此前在银行工作时的知识 允许购房者首付20% 剩下的向银行贷款按月偿还 就这样世界上第一例贷款买房就诞生了 工薪阶层也有了过上富裕生活的机会 然而小林一三并不只想做一个房地产开发商 他身上的艺术气息 让他进一步成为了日本城市生活的设计师 而他第一次的尝试 就创造了日本一个极富盛名的艺术团体 随着工作制度的逐步完善 上班族开始有了固定的假期 为了让他们在休假期间也能乘坐铁路 小林一三在沿县的保种地区开发了大型温泉 但由于并无特色 温泉并没有取得成功 看着无人光临的大浴池与更衣室 小林一三下定决心把温泉水全部放掉 在大浴池里摆满椅子 更衣室也全部拆除改为舞台 让一群女孩子在台上唱歌跳舞 于是1914年4月1日 大名鼎鼎的保种歌剧团就此诞生 小林一三的文艺才华 在保种歌剧院也得到了施展的舞台 她亲自担任保种音乐学校的校长 创作了超过20部保种歌剧 她创作性的要求全体男性角色 都由女性乔装扮演 引得一股别样的风潮 大量客人在周末从大阪室内出发 来到剧场观看保种歌剧院的演出 小林一三创造的还不仅是剧场与剧团 她还重置了百货店的经营模式 小林一三注意到 终点站梅田的乘客虽多 在通勤之外的利用者却很少 为了找到解决方案 小林一三经常没事就站在站台上溜达 观察来来往往的人们想要找到一个符合人们需求的东西 在观察了几天之后还真被小林一三给找到了 她发现从百货店买东西归来的女性们 总是拎着大包小包的购物袋 于是小林一三就设想 如果在梅田修建大型的百货店 那一定能够吸引西日本各地的女性们搭乘电车前来购物 1929年一座地下两层地上八层的板级百货店 在梅田站正式开业 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车站型符合商业设施 同时也是世界上第一个由铁道公司运营的百货商场 小林一三还有个新点子 就是在板级百货的顶层开设食堂 以亲民的价格提供当时流行的各种洋食 购物结束后在百货店的顶层用餐 这种在今天看来已经是惯例的行为 就是从那个时候形成的 经过数十年的努力 板级电铁的沿线居民逐渐养成了这样的一种生活习惯 早上坐着板级电车上班 下班后在板级百货买东西 晚上再乘坐板级电铁回到板级开发的住台区 周末还要去板级的宝种歌剧院听歌剧 小林一三以一家铁路公司经营者的身份起家 重新塑造了大板工薪阶层崭新的生活方式 而许多人也成为了所谓的板级一族 这种以铁路线路为中心的生活状态 也一直延续至今 小林一三一生都在开拓新事业 1932年他以宝种剧团进军东京为目的 打造了东京宝种剧院 这个剧场后来转型并改为东宝诸事会社 成为了日本规模最大 拥有最多电影院和票房最高的电影公司 除此之外 小林一三还涉猎体育界 于1936年涉猎了板级职业野球团 如今代表着少年梦想的甲子园高校棒球大赛 最早也是由他提案的 在日本的大众娱乐和大众体育的流行之路上 小林一三功不可没 小林一三的影响力不仅仅是在关西地区 很少有人知道他还默默参与了东京的城市建设 有着日本最本主义之父之称的色泽荣一 在开创了王子之旨 帝国酒店等日本代表性的企业之后 打算在东京的田园调部地区 打造一个安度老年生活的理想乡 当时的田园调部是一个不通铁路 交通不便的偏僻之地 1918年色泽荣一专程来恳求小林一三 希望他为自己的新事业助一臂之力 小林一三欣然答应 隐藏了姓名分文未取 成为了田园都市诸事会社的军师 这个公司就是如今的东极电铁之组 这一时期板极模式已经俨然成了业界的标杆 除了东极以外 小田极、西吴等铁路协业 也开始借鉴板极的模式 相继在铁路沿线投资不动产事业 打造酒店和百货商场 由此东京城区的发展状态 也获得了巨大的改变 形成了崭新的文化圈 也奠定了如今 日本以铁路车站为中心的生活模式 社长身后的这种雅俗山庄 就是小林一三去世的地方 从64岁那年建筑完成起 他在这里居住了将近20年的时间 山庄的名字是他一生的追求 雅一直欣赏艺术的场所 小林一三作为一个文艺青年 文化艺术造诣深厚 同时还是个美术收藏家 俗呢一直享受生活的场所 这不仅是小林一三自己的追求 也是他一生为大众所创造的价值 隶属近代日本代表性的经营者 例如色泽荣衣 颜奇迷太郎 松下兴之柱呢 各个都是如雷贯耳的名字 但当今天的日本人 在重新评价这些人的时候 都会意识到他们无一例外 都是在明智维新之后 积极学习欧美的成功经验的经营者 是将西方的商业模式 引进到日本的模仿者 而小林一三和他们则不同 他的经营模式被认为是日本独创的 在那个时代的全世界 都没有相似的案例 相反呢 如今在全球 你都能找到他的模仿者 作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 小林一三留下了一句 对社长也很有启发的话 模仿他人和他人抢地盘呢 这不是我想做的事情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本期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评论 我是社长刘阳 我们下期再见